Hello 大家好 前兩日治安警公布 今個月18至24日 在各區總共檢控了355宗行人違規的個案 偉偉罰三個水 但似乎澳門街仍然有很多人亂過馬路 尤其是內地遊客 這兩日網傳這條影片 在新馬路疑似內地遊客 亂過馬路突然從貨車後面衝出來 七人車撐著撞到他 男人還敢指指 疑似埋怨司機撐著撞到他 司機當然扯了火 立即下車跟他理論 想著捉住他 別讓他走 隔著螢幕聽到司機叫警察過來 事發後 聲稱是事主的網民在網上留言 我就是事主 由於當時撐著我懷孕三十八州太太 當時嚇到我太太和寶寶 所以才會這麼生氣 阿sir說有目擊者證人 見到他上了酒店 然後他說警察沒辦法上酒店捉人 只可以後續跟進 事後拍好車回去找回阿sir 就說這傢伙最多罰錢 不會刑事 而我停下車就有可能被人罵左階 都是剛剛警員打來說 有這個鋪才主動找我 真心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問題 為我們澳門人著想 其實新馬路的遊客亂過馬路 天天都發生很多 只在關閘附近近日也上演一出 大地任我行的戲碼 見到兩個疑似是內地旅客吧 似乎是兩位女士 無緣無故走上去關閘附近的行車天橋 不是行人天橋 有網民說他們高得地圖 是否選錯了駕駛導航 有網民亦說內地的人 在內地都不敢走立交橋 到澳門就敢走 有網民說罰值這麼少 誰會知驚 香港捉到一個罰兩千 澳門才罰得三個水 有人說這些應該要判坐監 才有警惕作用 這樣就誇張了些 除了執法之外 治安警一向都有勸喻 以及拍宣傳片的人 不要亂過馬路 但似乎效用不大 是否需要改變一下思維 在宣傳上 是否應該找些KOL或網紅 透過內地社交平台 例如小紅書、抖音去做宣傳 令更多內地旅客可以看得到 效果會不會更好一點呢? 好 這集就看出聲音 現在只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Online和分享 我們下集見